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在收看指数高峰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前几天是13224讲的 指数进入选举行情组身段 把握最后卡位的机会 13224 今天已经来到加400点了对不对 这是我前一天前两天讲的13224 今天在狂飙很快就到140了 很快就140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惊鸿3141 地狱之火燎原 古性危机中复活 从300块一路跌到72 150跌到72 77.5我们做买进的动作 3141 有没有 3141对不对 好 那我昨天呢 我们不要看VCR浪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拉回是为了等你上车 有没有 昨天上影线很长 拉回等你上车838 是什么 就是3141 各位看一下 金虹 金虹昨天是不是拉一个上影线很长 对不对 拉一个上影线很长 我说拉回是等你上车 我们今天一开盘买进 当冲的呢 就平到尾盘了 是不是 那你看一下 很多的股票 其实都是上影线的 都是在甩盘 甩盘啦 不要甩叫 甩叫不好听 甩盘 所以大多头行情 你要怎么操作 你跟我们一路做都赚大钱 我们来看一下 郁金光 郁金光我们是 这支郁金光我们是买在284的 郁金光 郁金光有没有 我们买在这个284 今天是不是占上所有均线了 还是很强 对不对 好 三斤亮晶晶 每天都要插一下 才会亮晶晶 环球晶买352 3525 有没有环球晶 环球晶 6488 今天又是狂奔向上 因为今天的指数呢 是属于狂奔的指数 狂奔指数 昨天呢 成交量在2200 今天是2300 又多了170亿的 对不对 这环球晶 好的股票 你就是把它呢 从底部买上来 你就握着 不好的股票 卖掉以后反向空 我每天讲的股票都一样的 所以 人家是已经是眉头苍蝇 不晓得要追哪一只 我们再怎么做就那几只吧 对不对 好 这雍智科技 151.5 雍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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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什么量 但是每天在创新高 这300张而已 那雍智科技 我们从151块开始看上来 我们不是赚一个大波段 所有的股票 几乎都是赚一个大波段 我们看金星科 6533 这个是我们从315这里做上来 有没有 315做到现在400 有没有超过15 有啦 就已经422 已经超过100块了 那生达科呢 利多债后 勿杀甘领骨 114块 本身是生达科 生达科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 它这个行情呢 我们是慢慢涨 我们也是留着 这个是台湾50 0050 100.5 对不对 跌到96.5 台湾50 0050 今天绝对是狂奔的嘛 104的 绝对是狂奔的 好 我们 点阅了我们手上的个股 我们来看 马仔要拼到一支 马仔拼到一支 马仔这支是什么 这支是什么就是会去而已 那只有一个字 叫做涨 涨 明天来讲的话 拼这一支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大家听我进来送给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3141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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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开盘买进 收盘当冲 有没有 就这一支 叫做金红 本来我们有四金嘛 对不对 金都是亮晶晶的 看一下 所以我昨天 讲的这一档个股 你们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要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 我们从底部 从77块半 就一路坐上来 一路坐上来 昨天告诉你是 拉回式等你上车 输入这一档 输入这一档 高点在150 低档在72 高档在150 短线一季的行情在72 就这一档 对不对 这一档你可以看一下 我所讲的股票 我如果我所讲的股票 一开盘买的话 那几乎当中 都是赚了满满的 几乎都快填满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做波段 波段也是赚很多 有没有 我知道这档股票 的股性的非常的好 所以有些 有些会员来讲 加上就是 买这一档个股 至少半仗 你如果说三斤的话 有些股票太高 你不好买 你就买这个低档的 三百块下来到七十几让你买 那你是弯腰减黄金减钻石 对不对 高档的时候有爆量 你就该走就跌 该走你就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山五虎降 但是呢 下山只有一个雷虎 这是803 这不是我们的股票 那昨天带大量 今天呢 只有八千多张 两万七到八千 差了三倍半的量 那你只要有这支量 你就不用再玩了 不用再玩 不用再想象说明天会有什么行情 你连想都不要想 举例说明 这个是金鸿 对不对 金鸿当时在三万五千张的时候 他的股本是七万四 所以呢 他占股本的一半 一半股本出去了 除以二 一百五除以二 变成七十五 那七十五可以开始买 因为他就是要除以二了 那你说8033呢 他是军工的最 这一波段最凶悍的股票 那照理来说 他会走二次行情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还没有发动 那大家有很多的好股票 也不要期待二次行情 二次行情都是套牢的行情 解套行情 那就跟我们来拼这一支了 拼这一支 第一件事情 月线有没有站上 有啊 那月线站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拼命涨而已啊 对不对 月线站上就是拼命涨而已啊 我们看我们最爱的股票叫一粒店 一粒店今天休息一下 有没有 站上的干四角度线 最大的压力线 今天稍微洗盘 今天洗盘也是带大量 洗盘带大量 占股本不大 所以将来它还会再持续上涨 这是OK的 所以我大概给各位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看量价 这个量的话太大 占一半股本 所以股票呢 是150除以2变75 75你可以买 买了以后今天是拉了 拉了好不好 今天拉了将近 7% 7% 7% 没有拉涨天板 拉了7% 开盘买 我昨天就讲嘛 你 拉回是为了等你上车 这种上影线 这种上影线 要解工 解工盘很容易解对 这种上影线 拉回来 我说拉回来就等你上车 而且今天是开平高盘 你没有开盘市价买 你赚不到薄薄的7% 所以很多股票 杀下来以后 直接创新高 这档股票叫瑞鼎 瑞鼎来讲的话 你看昨天 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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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拉涨天板 什么意思 全面甩盘 全面甩 全面把你甩得一干二净 甩了没有 你跑了没有 今天拉涨天板 这是以前我们的三贯网之一 那么三贯网之二是什么 利质 昨天大坎 今天又 今天又站上什么 昨天的开盘价 利质 那我利质 我认为呢 它驱动IC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走一个 利空出尽 另外三贯网 还有一个叫资源 对不对 那资源来讲的话 它是精精涨 那不管它 拉回为了等你上车 这是昨天的主题 拉回等你上车 7% 明天这次会不会涨天板 明天 明天赚这支了 那我在电视解放 我公开跟大家讲 这档个股 以前我没操作过 但是在高档我们跑掉了 我股票不可能留太久 我股票不可能留到赔钱 然后呢 再一直买一直买 我不可能干这种蠢事 所以你电话丫头 不要再拼这支 你这支金红忘了拼 忘了打电话进来 可以理解 因为指数已经涨了1000点 我们来看指数涨1000点 指数涨1000点 来 从12629 12629加上1000点 是不是13629 13629 今天收盘在13638 有没有超过29 629 已经涨1000点了 那这指数来讲 涨1000点 应该基本盘是会到14000 到14500中间 因为选举盘会越拉越快 它是走极左脖 越拉越快 所以我每天 可以给你一档个股 你就看嘛 它就狂奔 那第二档个股再给你 也是狂奔 那奇怪 怎么曾老师讲的股票最近都狂奔 因为你不要忘记了 现在是选举的大多头行情 是今年大家都是赔钱的状况之下 最好的赚钱机会 到11月26号 8年前的11月26号 我也是在凭苗栗现场的选举 对不对 但是时至今日来讲的话 我回归到分析师 我最喜欢的行业 我们就认真做 其他事情就不用想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不是选举选谁 你要选这一支 马仔拼这支 我们进入广告的时间呢 把电话拨通 马仔拼这支 这支 是不是跟这支 那么强呢 我告诉你一句话 我选的股票都很强 进入广告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团结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专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资 0285113366 股票本来它界定来讲 就是一个投资的机会 是一个时机产 这时机产来讲的话 就是你要遇到四年来一次的大选行情 大选行情你要把这选民的心扣住 就是让大家做股票都赚钱 那就合理合法的买票 买股票 不是买票 你们不用买票 把股票买起来就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在10月11号的时候 10月11号的时候 这一根9万5千张带大量直接跳空开盘过 直接跳空过 过什么 过收盘就好吗 那跳空过代表什么意思 0050会怎么样 大涨 一样的意思对不对 那刹下来我比喻给你看 这个是0050直接 直接怎么样 台湾50啊 我之前就讲过 你看我的每一个思考逻辑 都会赚大钱 台湾50站上多头起攻线 有没有100.55 有没有 多头起攻线100.55的话 今天来到105了 100点 这赚5块钱 5块钱 100块赚5块钱 大概5% 那你说指数不好赚吗 台湾50也很好赚 那你可以看一下 台湾50 link什么 连接的2330 有没有 都是上来的 那他连接的 台积电 他就连接到0050 整个指数带上来 那我们看一下 指数来讲的话 今天是礼拜三 周选择选结算 对不对 那这个 已经喷上来 291点 这样300点 所以144 这个层次很快就攻破 那145在选举行情 也是被迫一定要过 那也意识告诉你 就是还有900点 你是已经 从12682的12628 涨到今天的1000点 加10点13638 那再攻个13638 再攻个9000 你就到15000了 所以现在呢 你必须动态性的去 机动调整你的 这个目标价 那目标要调的越高 怎么样 谁做空啊 不是傻子的做空干嘛 就很好做多的 所以我在讲 就是说 拉回为了等买点 有没有 拉回为了让你上车 拉回来我敢讲多 你敢讲吗 各位 拉回来 你看 等你上车 3592 拉回来等你上车 对不对 等你上车 这应该是昨天收盘就要买的 那今天的话呢 是瑞鼎直接奔涨停板 回到相对的高点 从200块涨到276 涨幅多少 新算一下 35% 瑞鼎 35% 以前我讲三贯 我现在讲 三斤亮晶晶嘛 对不对 那三斤亮晶晶 因为我们不是说每天进每天出 做一个波段 那波段来讲的话 3406 你看 一个波段 284到这里 228也50块 对不对 三斤亮晶钱 然后6488 有没有 648我们买352 352也是50几块 对不对 还有6533 这是 美国金费法案最大的收费厂商 就是315 做到现在400 420 也是多少 100块 这100块 你就让它慢慢涨 你不要每天进进出 我们进进出的股票叫当冲 那当冲也有 对不对 就这一支 有当冲 也有 做波段 波段就流单 当冲就出厂了 对不对 开盘买 然后收盘就买 所以明天第一 明天的 第一盘 我的 简讯会发这一支 明天就拼一支 我每天拼 每天中 因为现在是多头行情 每天拼 每天都 对 因为你要做多 这样没办法放空 放空的话呢 很容易被嘎到 所以我讲 做股票最好做的就是像这样 对不对 站上多头起攻线 直接就是喷 那么直接就是喷 我们明天要拼这一支的 你可以看一下 跟我之前讲的台湾50很像 对不对 这个100 有没有喷 喷到今天105了嘛 那这个线形跟这线形是一模一样 就是站上就要喷了 站上起跑线 我们很多的一个景气来讲的话 它站上一个起跑线以外 我不告诉你 拜登在压美元吗 准不准 今天台币已经升了1.7角到31 本来快到33 直接奔到 奔到31点多 那31点多代表什么东西 外资要回来买台积电 对不对 外资回来买台积电 所以指数会不会上涨 指数会不会上涨 不是上涨 是狂涨 所以台积电 我们去抓台积电来讲的话 从370我们要抓什么 加100 470 所以417而已 对不对 370的底部加上多少 加上100 470 大陆做的 开了19个大晶圆厂 我讲过 开那么多要干嘛 开来导电 你再怎么好 你也比不过台积电 如果说大家都只是开晶圆厂 开一堆 台积电有一个八寸晶圆厂 在南京 对不对 我说你八寸晶圆 你通通不要做 你做那要干嘛 对不对 像这种联电来讲的话 它是八寸晶圆 它现在也是创新高 那代表什么意思 联电的业绩很好 八寸晶圆 中国大陆不是联电的对手 你不要说是台积电 那今天来讲 所有晶圆的股票 全面上涨 包括利基电 包括台积电 对不对 包括联电 全面上涨什么意思呢 代表指数要上攻 那上攻来讲的话 本来是抓2000点 12682加2000点 一万五 再加一点点 再加一点点 就一万五 所以指数还是要上啊 你现在选举行情 你这时候不赚点钱 你怎么过年 很快啊 11月26号就选完了 对不对 那选完了以后 要进入美国超级的选举州啊 那美国他要拼啊 美国谁都要拼了 只有笨蛋不拼经济了 所以再怎么样的政府 都是要拼这个行情 我们说是市场有几个行情 就是一个会市 会市今天已经全面的台币升值1.7角 升值1.7 大概什么意思 外资赶快 回心转意买台股 回心转意买台股 所以你说这种超级投机股 这种超级投机股它会不会大涨 那你说 这个是指数概念股 台湾50会不会大涨 已经 我告诉你是100.5 现在涨到105的 对不对 那像这次来讲的话 明天就有可能会拉涨0.8 所以呢 打个电话进来 反正投顾啊 你就打个电话进来 然后送这只股票 免费免费 我想的都已经很白话文了 我拼了哪一只 哪一只有赔过钱 我拼 每次这样也来说 拼这只拼那只 我哪一只让你赔过钱 对不对 像金鸿来讲的话 昨天沙尾盘 今天涨7% 我哪一只让你拼的赔钱 都是赚钱 所以明天拼这一只 为什么 站上了吗 站上了叫做什么 见在悬上 不得不发 因为指数 指数在这个位置点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超级敏感的 就是喷嘛 你包高端来讲 从400多块 跌下升至60几块 今天也是涨 但是没有涨停 但是你要叫我的会员 去买高端我宁可就不要买了 我很多股票可以不要买高端了 对不对 不要讲高端低端了 那讲了我 我没有那个心去做那种奇奇怪怪的股票 我要的股票就像亮晶晶的 对不对 像这个环球晶 虽然没有涨停 但天天涨不停 这个我爱啊 那像这个地方呢 来讲到破什么线 什么线都破了 我叫你放空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一台 我们这一台 93台的会员 这个观众 当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 就是一定要做多 所以不好意思 我如果说我要放空 你也不会跟我放空 但是现在可以做得 我叫你来做得 我从来不会随便讲了 这环球晶对 三晶啊 6533呢 有没有 他没有涨停 但他涨不停啊 对不对 包括说今天我叫你讲 这个拉回等你上车 今天一开半买 上赚7% 有没有 所以啦 马仔拼这支 股票好好讲 你们股票好好赚 你好好跟我来做 你高低价差那么大 我不拼 我干嘛 要拼才会赢 你如果说股票你不敢买 这时候你不敢买 你已经否定你的人生了 为什么 现在是选取行情 超级大行情 买到连台币都升值了 外资也投降了 空头都投降了 对不对 你不买干嘛 只是我比较聪明 我会告诉你要买哪一支 对不对 那你说 我不要看VCR浪费大家时间 我昨天讲的是这一支 没有错啦 对不对 高开低走 直接拉涨停板 这个锐鼎不是吗 高开低走还杀破开盘价 对不对 多少 开盘265.5 哇 收盘251 跌15块 今天呢 一价276 直接拉涨停板 原来的6719 这个利字没有它高 所以利字会 利字是趋通还心 它有利空 但是这样的利空 拉回来都是买 我们来看一下 3141有没有利空 它这一天来讲 就崩下来都是 它有没有利空 有啊 那这样的一个多头的利空 到最后都是买 那你觉得 利空都是买 代表这是一个多头行情 我如果说 选业行情做了一个月 然后呢 持续延伸了 我们叫延伸坡 延伸到明年 二一二月 可不可能 那当然不是不可能 因为今年从 二月十四号 我讲那个 拜登啊 有没有 那黑旗令啊 一下来就 一路跌了九个月 那跌了九个月 我们现在从十月开始 十一月开始 起算的一个选举行情 也不够涨多少 是要涨到两个月嘛 那各位看 这样是不是很清清白白 赚钱 那很多人 他会去买这个阿虎啊 这个人家五虎下山 他是唯一下山 五虎上山 他是唯一下山的 这个只要有带大量 就是你回到这个地方的 惊鸿 有没有 他带大量会剩一半 所以阿虎来讲的话 我不建议你 先来去注意阿虎 你现在要 要做的是 跟我去拼这一支 实实在在的赚钱 把这支电话拨通 然后 我每次送你这支股票 选举行情 不是买票 买股票 赚大钱 选举行情不要去买票 买票是违法的 买股票是合法的 选举行情谁这样去买票的 你像我我选不上 我又没有买票 其实买票现在也没有用 人家13万张 选上描述现场 我做9万9千张 我买票买到请家当产 我差一票我也不会当选 所以不要买票 不要买票 买股票 马仔 命之一 我现在已经不当现场 不选现场的这个梦了 但是现在帮各位创造财富的梦 不要忘记 我给你的梦想 打个电话进来 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电话 你把它拨进来 就是买这支股票 那这支股票会赚多少 至少来到这个地方 那至少有两三成可以赚 没有什么比这个赚钱更快乐 好不好 不要买票买股票 谢谢大家今天操作顺心 把电话拨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